大家好,昨天阿塞拜疆国防部证实扣留了6名亚美亚士兵 从封面上也可以看到,6个士兵的手脚都被捆起来了 这6名亚美亚士兵试图越界时被逮捕了 据报道称亚美亚武装部队的侦察人员在阿塞拜疆阵地前进行穿越 阿塞拜疆国防部也证实拘捕了这6名亚美亚士兵 时间是在27号 亚美亚武装部队的一个侦察和破坏小组企图穿越 吉尔巴哈尔地区的尤卡里定居点 此定的一点,阿塞拜疆认为属于阿塞拜疆领土 由于采取相关的行动,将这6名军人包围并拘捕 在阿塞拜疆和亚美亚冲突的现场附近 发现了亚美亚的坦克出现 但是由于阿塞拜疆部队部署了反坦克武器 亚美亚的坦克部队也就撤退了 你可以看到这6个人实际上 他这个行动并不简单,单纯是越境 背后是有亚美亚武装部队的其他行动在配合着 如果这6个人越境进入到阿塞拜疆 那可能后面的坦克,可能新一轮的战争就开始了 坦克部队可能跟在后面,可能要有所行动 这6个人呢,现在可以看到啊 引起啊,现在阿塞拜疆和亚美亚方面的紧张 但是并没有起新的一个冲突 上一次我说了,已经打死一人了 那么现在又俘虏了6个人 亚美亚的坦克其实也出动了啊 但是现在亚美亚因为没有俄罗斯发话 没有俄罗斯他的这个支援 亚美亚其实现在很低调 你记住啊,阿塞拜疆现在很高调 亚美亚很低调 因为亚美亚和阿塞拜疆打起来的话 亚美亚打不过阿塞拜疆 而亚美亚呢,主要靠什么? 靠俄罗斯集体安全条约给他的保护 但是现在普京还没有见拜登 普京还没有在瑞士见拜登 所以高加索,南高加索这个利益的交换 还没有定下来 所以看到啊,普京和拜登见完面以后 南高加索这个战争到底是打还是停 也就定下来了 这是由两个大国来决定的 那么现在可以看啊 亚美亚和阿塞拜疆啊 现在正在边境摩擦 那现在呢 整个亚美亚的局势啊 现在可以说是 我觉得是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啊 就是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什么的 既希望俄罗斯来帮助他 又呢 痛恨俄罗斯 特别亚美亚国内有一种声音 他并不希望呢 俄罗斯长期能控制亚美亚 甚至希望呢 自己能导向欧洲 加入北约也好 加入这个 就是欧洲啊 欧洲的防御防御体系 就是远离集体安全条约 因为被俄罗斯控制呢 现在亚美亚国内有一种声音啊 就是最后最后亚美亚实际变成 俄罗斯的一个卫星国 亚美亚呢 现在国内有一种声音 另外呢 亚美亚越是想要加入北约 越是可能被阿塞拜疆入侵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北约就像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为什么不能加入北约 因为乌克兰有乌克兰啊 乌克兰东部战争 乌克兰的领土问题 加入北约都有个前提啊 就是你自己没有领土问题 很简单 它是一个集体安全条约 你的领土有问题 跟别人打起来了 我们全体都要上 那我希望你现在是没有领土问题的时候 你加入 如果你再遭受侵略 我们会集体的保护你 所以现在就是这问题啊 亚美亚越是希望加入北约 越是希望远离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会利用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要侵略 亚美亚你记住啊 阿塞拜疆为什么入侵到 这个亚美亚领土就在这 这都是大国博弈啊 你记住入侵了亚美亚领土 亚美亚如果吃亏 他认为我吃这个亏了 我就认了 那亚美亚领土将减少 那么他呢 后续加入北约可以加入 但是要承认这块领土 被阿塞拜疆占领 那如果他不承认这块领土 被阿塞拜疆占领 他要跟阿塞拜疆作战 就会什么 越来越依赖俄罗斯 而北约是不会要求他去加入 这个逻辑在这儿 所以俄罗斯呢 现在是什么 利用什么 利用集体安全条约和北约 它这个架构里边的法律条文 将亚美亚完全控制在手里 亚美亚呢 现在离不开俄罗斯啊 所以现在亚美亚国内 有一种非常诡异的声音 就是我呢 现在被阿塞拜疆侵略 本来应该是谁 应该俄罗斯来保护我 但是俄罗斯呢 他现在 并没有急于要保护亚美亚 为什么呢 因为亚美亚国内 他有向欧盟 向北约靠拢这种意思 这种态度 那俄罗斯利用阿塞拜疆 利用自己的敌人 反而让亚美亚离不开自己 你看啊 这个大国对小国的这种控制啊 你从今天我跟你讲的 你可以看到非常 简直非常可怕的 这些小国被大国玩弄于 玩弄于手掌中啊 你说你亚美亚 本来我跟你俄罗斯 缔结的是同盟 你保护我的领土 但是我呢 现在想找另一个人 你就担心我跑了 你用谁 用我的敌人阿塞拜疆 来侵占我一块领土 那这样我去不了 去不了北约了 北约不要我 因为我领土问题 阿塞拜疆很高兴 对吧 跟俄罗斯眉了眼去 那么俄罗斯就可以通过 跟阿塞拜疆合作 来控制亚美亚 你看这个地缘政治啊 像俄罗斯这种大国 玩地缘政治 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有经验的 这个东西没有好 没有坏啊 你看大国控制小的国家 都应该用这种法律条文 用这种国际法 北约的法律 对吧 北约的规程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规章 各种的国际的条文 得研究透以后 从里面找到各种漏洞 然后控制你这个小国 现在亚美尼亚就是非常难受啊 亚美尼亚现在很难受在哪呢 他呢 如果不要这块领土 不要阿塞拜疆占领这块领土 去加入北约 向欧洲示好 那可能俄罗斯会给 阿塞拜疆一个暗示 你占领他更多领土 阿塞拜疆会整个侵略亚美尼亚 就亚美尼亚现在不能离开俄罗斯 既不能离开俄罗斯 他又想离开俄罗斯 所以亚美尼亚这个小国 现在非常难 你记住高加索这些小国 被大国像俄罗斯这样控制 就是利用这种手段 我今天跟你讲的 也是高加索的地缘政治 你像阿塞拜疆也好啊 既和俄罗斯有矛盾冲突突厥 同时他也非常明白 阿塞拜疆为什么敢 抓他六个人 甚至打死亚美尼亚士兵 因为知道现在亚美尼亚非常难受 俄罗斯并不信任亚美尼亚 而阿塞拜疆就敢 大张旗鼓在这里边 在南高加索 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年纳卡战争 大家也看到了 阿塞拜疆知道 普京要什么 要教训亚美尼亚人 你不是要跟法国好吗 跟欧盟好吗 要远离我俄罗斯吗 那你的安全由我来 你安全由我来负责 然后你还想什么 跟欧洲没连连去 我教训你 所以你看 阿塞拜疆人也看得非常清楚 那这个时候 是我拿回纳卡的最好事迹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 我想说 中国对付台湾 也应该像俄罗斯一样 拿住台湾的一些软肋 让台湾 这个收回武统台湾 成为一个什么 成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地缘 政治事件 当时呢 阿塞拜疆收回纳卡 其实就看懂了亚美尼亚和谁 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 俄罗斯不会帮他 那我利用这个机会 另外土耳其也要在高加索 还有伊朗 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威胁 那整个时局一看透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一下就明白了 是我统一纳卡 收回我的20年了 收回我故土的最好时机 一下就发动战争拿回来了 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中国武统台湾 收回台湾也要从这一点出发 就是国际形势对中国武统台湾非常有利 这就是窗口啊 这就是窗口1 这个窗口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 对各国家来说 时间不同 但我现在认为呢 中国应该在国际上 找到一个合适的窗口 类似于阿塞拜疆和亚美亚纳卡战争 现在来看呢 中国正在啊 正在制造这一个窗口 但好在哪呢 好在中国现在啊 我觉得应该已经开始准备用武力了 大量的军机绕着台湾飞 只是这个窗口 现在我没有观察到 现在整个时期没有观察到 未来我如果观察到 我会告诉大家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这个窗口事件可能要出现了 去年其实有一个窗口 就是川普 我告诉大家 川普实际上要出卖台湾 去年的时候 川普是要出卖台湾的 去年真是个窗口 但是这个因为拜登上来了 整个就没有什么 没有进行 但是那个窗口 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后续呢 包括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 包括中国的这个准备 充足以后 这个窗口还会到来 所以我今天跟你谈 这个地缘政治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大国控制小国 大国进行领土扩张 包括阿塞拜疆收回这个固有领土 中国收回台湾 其实都是在地缘政治里面 考虑的事情 也是需要整个地缘